好,我們剛剛已經存光子了 那存光子的部分呢 你到你的資料夾裡面,你會看到有兩種副檔名 一個這個是IRMAP的 那這個的話 它是只有一個檔案 它並不會0到100 然後另外一個 VRAM MAP這個副檔名 它是0到100 所以你要有兩種檔案 一個只有一個 另外一個是有全部的 都有這兩種 它這樣都有了之後,那我們現在開始算圖了 算圖所以我要回頭設定 還是一樣0到100顆 但我算圖是不是可以算大圖了 又是0x480 那你要算圖是不是就記得 你要算到哪去 你不要到時候都算那一幕 結果沒有存 所以算圖我是不是 之前就會開一個資料夾 Render的資料夾 對不對 那一樣我開個日期 那給副檔名 我這樣會給個字啊 反正它自己會多序 然後如果我們後面還要做後期 我要再 再給AE啊 或其他的 那一般我都會存TACA 一般我都會存TACA 或存TIFF 儲存 OK 所以 設定時間 設定大小 設定路徑 然後呢 我要算圖 所以記得把 Don't run the final image 不要勾了 我要算圖 然後呢 算圖的格式 這個是 之前就講過了 選知識音分解 然後 開啟Meshire的圖箱過濾器 給E2嘛 對不對 然後GI的部分 重點就是這邊啦 GI的部分 我跟他講 我剛剛是prepare 就是我要預算 我現在是要載路了 所以我按下載路之後 他就問我 你要去哪裡載 好 那你就 你就 其實預設就到那個資料夾去了 你就隨便點一個 隨便點一個 open 他就會載 他會按需要去載 那下面也是 之前是file 所以我現在要換成file 從檔案來 然後 檔案在哪裡 檔案在 也是在這個資料夾的 這個檔案 好 所以就變成說 我現在是 載路 我這也是載路 好 那這時候我按下算圖 所以算圖就會直接開始算圖 啊 因為 我已經把光子存過了 所以光子它是直接載進來 就可以用了 那我的光子是小的 一半的小的光子 然後放大到大土來使用 所以在很細節的地方 例如那種小陰影的地方 你會看到它稍微沒有那麼準 但是沒關係 因為反正我是動畫 動畫是不是很快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至少 但你有看到影子就好 但是細節並沒有準到那麼準 那沒關係 你如果真的要很準 你可以做一比一的 一比一的光子跟圖是一比一的 那它就會很準 可是時間就會很久 對不對 那我這邊就繼續讓它算完 所以各位等一下自己來試一下 就是巨愛的部分換成載入 這樣子就可以算圖了 來